你谁啊 恶死谁不重要 恶死你老公啊 两个王八蛋 滚 上集说到 松热狗想变舞沉香 却被杜萍带着工友们阻止 他转而在赵勇面前搬弄是非 诽谤沉香在工地上拉皮条 赵勇直闯工地 拉着沉香到屋里施报 杜萍赶紧报警 赵勇被警察带走 看着哭得梨花待雨的沉香 杜萍心中很势不忍 他不明白表哥赵勇怎么会变成这样 原来赵勇和陈香结婚后不久 他就让陈香跟江大姐到洗浴中心打工 当时陈香以为这里就是普通的按摩店 没想到客人却强行要给他打针 陈香反抗时打了他一下 客人立刻叫来江大姐投诉 江大姐得知情况 对着陈香直接一巴掌 这才让客人消停了 陈香还很不服气 是客人先对他动手动脚的 如果我男人知道 你让我干那些事 他会杀了你的 你说你是真傻吗 还是跟我在这儿装傻呢 就是你男人让你干这事的 原来江大姐承诺每月给赵勇一万八 赵勇就二话不说把老婆给出卖了 总是以后 每个月你给我拿一百八千块钱 我就当下了 我什么都看不见 陈香知道他混蛋 没想到他混蛋到这种地步 不管怎样他绝不做这事 可江大姐也说了 跟我出来 你名声早坏了 做不做回去也是受人指指点点 得知陈香的悲惨遭遇 杜平愤愤不平 让他去法院起诉离婚 我喜欢你 赵勇是个畜生 跟他离婚 我娶你 两人亲没竹马 杜平从小就喜欢着陈香 却一直不敢表白 而当年赵勇为陈香他修房子是受了伤 他为了补偿禁嫁给了他 陈香逆来甚受惯了 可赵勇对我们家有恩 为了给我们家修房张了腰 还照顾我妈那么多年 我不能这么对他 我不能 担心赵勇会拿母亲出气 陈香很快回了村 刚到村口就听到吵吵闹闹的声音 原来他的母亲在河里淹死了 送走了母亲后 陈香对赵勇恨之入骨 他敢肯定 母亲是被赵勇杀死的 母亲腿脚一直不好 不可能独自走到河边去 你要是有心 明年过节帮我给我父母上个粉吧 当时杜萍还听不太懂他这话的意思 回到工地后 听说宝破用的炸药被人偷走了几根 杜萍又猛然想起了陈香的话 赶紧匆匆赶回老家 陈香将母亲身前的衣服一件件烧掉 以祭奠他在天之灵 烟火未惹的赵勇恨不痛快 还在一旁出言不逊 有本事 你老天也把我收了 陈香偷偷拿出炸药 准备拉他一起陪葬 可一想到杜萍给他的承诺 他的心中似乎又燃起了深的希望 最终还是没有下手 杜萍终于赶到 发现炸药果然是陈香拿走的 你怎么那么傻呢 就算他再混打 你没有必要把命拿进去啊 更何况村里有小孩看见了 老太太是自己爬到河里淹死的 不过陈香知道 就算赵勇不是直接的凶手 这时肯定也和他脱不了干系 他求杜萍带自己走 他已经受不了这里的生活了 两人立刻收拾东西四分 不过却被那多事的孙二狗看到了 他赶紧跑去告诉赵勇 赵勇立刻带着兄弟们抄近路 堵住了他们的去路 赵勇要求杜萍把陈香交出来 杜萍不愿意 两边正将置不下时 杜萍的母亲为生赶来 赵勇一毒气将汽油浇在自己身上 我今天就死给你看 我做鬼也不会放过你 终于要劝住他 谁知母亲也往自己身上 交了油 和外甥一起以死相逼 眼前这种情况 杜萍也只能认怂了 这一次资本以失败稿中 陈香被带了回去 当杜萍再次找到他时 他的脸上又添了道心伤 他能明白杜萍的苦衷 他不怪他 但是这唯一一次鼓起勇气 想对抗生活的计划失败了 从此他也丧失了所有的希望 白天陈香和杜萍的见面 让赵勇怒不可了 他又想到了新的办法折磨他 我要在你身上留个气 这样 这样的话 别的男人看到了 他就不会碰你了 赵勇在陈香肚子上刻下了 我爱赵勇这四个字 成为了他永远无法抹去的屈辱 过了几天 有个死机突然发现自己 撵到了人 他惊呆了 翻开那人一看 竟然是赵勇 他倒也没逃逸 而是等到陈香过来 这是我真不是有意的 反正你男人平时对你也不好 要不咱们私了吧 如果我是陈香 此时不但要和他私了 还要倒贴他千八百块钱 以报救命之恩 虽然两人同意私了 但警察还是过来调查 结果发现赵勇头部有被 顿起击打的痕迹 这起事件很可能是他杀 不用说 肯定是陈香做的 他也有了给赵勇敌命的心理准备 不平衡后悔 如果自己当初再勇敢一点 陈香不至于走到这一步 他劝陈香自首 争取从情发落 在他陪同下 陈香主动找警察坦白 原来是孙二狗 赵勇赌博输了他两万块钱 就想让老婆当一晚上 真同给孙二狗抵债 孙二狗早对陈香有邪念了 立刻扑到他身上去 陈香情急之下 抄起剪刀 朝他捅了下去 也不知孙二狗是死是活 他慌慌张张地跑出去 却在门口撞见了赵勇 赵勇让他赶紧回去陪孙二狗 否则自己的债务怎么还得完 陈香见他最熏熏的 甚至不太清楚 趁机问他 原来那天 赵勇将丈母娘拉到猪圈里 让他从此在这里住下 老太太不堪其入 这才拼命爬到河边投河自尽 你问我爱你有多深 爱你有净 唱得真是太难听了 陈香仍无可忍 抄起斧头砸了下去 一回生二回熟 这次他不再慌张 而是冷静地将赵勇 拖到山下的公路上 伪装成是醉酒 失足掉下小山坡的 暴力是不能用暴力来解决的 陈香被送进了看守所 他的悲剧其实完全可以避免的 赵勇为他他修房子受了伤 他们娘两是该给点补偿 但是没必要嫁给他 有句话说得好 对喜欢的人才会以身相许 对不喜欢的人就来一句 您的恩情无以为报 小女子下辈子做牛做骂报答 如果我能早一点接触法律 也不至于变成现在这个样子 世界上本没有家暴 有的只是故意伤害 婚姻不是罪犯的庇护所 不论男女 一旦受到了家暴 就应该第一时间报警 俗话说 宁愿拆掉时做庙 不为护意装烂婚